我們看一下444的那個例題1 我們看第一題怎麼算 好 第一題怎麼說呢 它題目告訴你說在x大於等於0 還有y大於等於0 以及2x加y小於等於6 x加2y小於等於6的條件下 要求這個函數 f 的等於x加y最大值跟最小值 好 那這個題目是一個 線性規劃裡面最基本的題目 好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要把上面這四個條件的圖件畫出來 好 所以我們先把圖畫一下 第一件事情 然後題目要告訴你是x大於等於0 那指的是誰 指的是y軸 好 y軸 不好意思 x大於等於0就是y軸 然後y軸的哪個方向呢 y軸的右方 再來y大於等於0其實指的是誰 指的是x軸 x軸的哪個方向 x軸的上方 所以其實光看x大於等於0 y大於等於0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它其實指的是第一下線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這樣子呢還不夠 好 我們只找前面兩個而已 接下來我們找第三個 2x加y等於6 好 那當然我們怎麼算它 當然先找出2x加y等於6的那個圖嘛對不對 好 那先找兩個點 好 分別是30以及06 好 哪裡是30呢 30就是這邊 1 2 3 這個0是30 06就是0 1 2 3 4 5 6 這個點 好 把這個點連起來 好 OK 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先的那個座標 那當然它小於等於6的話指的是這個部分 右下方的部分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左下方 跟x軸 y軸的右上方 好 接下來最後一個是x加2y 小於等於6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一樣先找等於6的時候 所以呢 分別是誰 分別有60以及03 好 這兩個點 所以60呢就是1 2 3 4 5 6 60 03 1 2 3 好 當然一樣把它連起來 OK 好 然後這個線重疊 這四個範圍重疊的部分呢 指的是哪一個部分 指的是它 然後呢它要畫出來說 請問你在這個範圍裡面 把它帶進去x加y 這個函數裡面 就是它最大值跟最小值 好 那之前我有講過 我說 這個線性規劃裡面呢 你要找最大值跟最小值 通常是出什麼地方 出現是它的四個端點 也就是說這個圖形裡面 四個端點值是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跟這個點 好 這四個點 都有可能是我的答案 那我先說一下 就是考試的時候 如果萬一你不熟的話 那我給你建議一次 這四個點再進去 最大那個就是最大值 最小那個呢就是最小值 OK 好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教你的方法呢 當然是會比較快一點 是不用帶到那麼多個 好 那怎麼算呢 好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先 把x加y這個值 這個函數呢 先把它找一下 我們先假設 這個函數是x加y等於0 你先告訴我 x加等於0的圖在哪裡 很明顯 它是不是應該是像這樣子 通過圓點 然後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你這個 以藍色線為標準 你把它畫出它來 無限多條那個平行線 OK 好 那所以重點來了 第一個碰到那個點 就是你的最小值 然後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最後一個碰到的那個點 就是你最大值 所以以這個圖來看的話 最小值 我可以知道一定是通過0 最大值一定是這個點 這個點剛好是誰 剛好是2x加y等於6 以及x加2y等於6的那個共同的解 OK 所以我們把這四個點稍微描一下 如果不安心 我們可以試看看 譬如說以這個點來看的話 這個點是 剛才我們算過是03 對不對 這個點是30 這個點是00 好 那這個點我們稍微解一下 分別是2x加y等於6 以及x加2y等於6 好 那就乘以2吧 4 12 好 往上解 所以就3y等於6y等於2 OK 所以x呢就等於2 這樣子 所以這個點很明顯就是22 好 那當然我說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那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不是說fxy等於x加y嗎 好 然後他問是說 這個圖裡面的 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的解 彈進去x加y 誰會是最大 誰會是最小 那我說一定是四個短點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分析可以試看看 如果你把03帶進去的話 答案是不是3 因為0加3等於3嘛 然後呢 3加0帶進去的話呢 也是3嘛 0加0帶進去呢 當然是0嘛 2加2帶進去答案是這個地方 應該是4嘛 所以我剛才講過 我說如果你不會的話 最多是把四個答案都再去算一遍 如果你當ok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說 第一個碰到點一定是最小值 所以我可以介紹 最小值是多少 最小值 就是00的時候 就是f of 00的時候 那就是0加0 等於0 ok 那最大值呢 最大值在f 多少 22的時候 不好意思 f22的時候 那答案就是2加2等於4 ok 所以最小值是0 最大值呢是4 ok 好 這個你看一下